另外在本次改革的通知当中呢 还非常明确的提到了一点 对于农民落户城镇 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 必须要完全尊重本人意愿 不得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收回 在进城和流乡这个问题上 也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那么这次户籍政策改革 到底传递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做的解读 第一个呢 就是把原来的呢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张义则认为 对于农民工利益保障 是此次户籍改革的亮点 我认为最核心的地方是 对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 一旦转变了他的户口呢 他可以保住自己的摘基地 跟这个承包地 这极大的有利于他们的这个 就是利益的保护 就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他对我们国家保住 18亿亩耕地的这个浑线啊 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他也不得来 对于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 对于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 我认为最终的